事而世逸 九四 劃若在冤 武皇 文津 探實力 九四 劃若在冤 無咎 這隻鴨是前掛第四鴨 上掛第一鴨 和軍衛大約九五鴨 只是差一步 劃和疑劃的劃是通的 這隻鴨是龍在飛天前夕 仍然有疑劃 飛星以下復重重困難 可能粉身碎吉都不定 但如果不飛天 退而隱居深淵 就可以以退為盡 實力不夠的話 退居深淵比勉強升天更好 奏武皇繼承皇位之後 以江太公為師 周公誕輔助 趙公不公是他的左右手 周朝因而不斷強大 武皇職位第九年 商朝的奏王無盜 引發民怨 群臣都和武皇說 是時候徵討相就王了 武皇對佛咒仍有疑惑 但回心一想 可以藉這個機會 探討天下形勢 都是有好處的 為求出師有名 有些儀式都要做的 武皇命人在北地 搭建出師祭天的祭台 經過一句準備 武皇供奉民皇的臣委 率領姜太公 周公誕一批臣鳥 在北地舉行祭天大禮 武皇祭建天地之後 神釋肅目感 和傳採章是說 我們現在也要誓師 或實現民皇的遺願 解救天下蒼生 我們將向雙袖王發起進攻 勇敢立功者上 協陣後退者罰 姜太公隨後指揮三軍 浩浩蕩蕩蕩地向雙袖領地進發 大軍快到立民軍時 王河攔著去路 姜太公立刻下令 國軍將士準備好周旋 立刻渡河去民軍會合 後置者斬 軍法從事絕不輕饒 武皇宣布出兵徵袖之後 各地百姓都很開心 齊齊擁護 大軍所到的地方 青年人都湧入伍 百姓送糧送水 令大軍無後顧之憂 聽到大軍要渡黃河 漁民都將他們的船捐了出來 船不夠 百姓就把門板、床板拿出來造船 幾日之後 周武皇大軍乘船向民軍進發 船到中流 一日白色的大魚 跳到船上 北天北野 就跌在武皇面前 武皇明白這是天意 他很低心 撿一條魚 向天大濟 江太公、周公鄧等大臣 紛紛和武皇祝賀 渡河之後 武皇在一間簡陋房屋居住 將士突然見到天上出現大火 大火由上向下 一直到武皇住灣屋 變成一隻紅色的鳥仔 大聲鳴叫 大軍渡河沿北 武皇在民津舉行誓民 參加民誓的大軍 幾出發那天去大軍 多了很多 大軍黑壓壓排列 有幾公里長的 武皇在民津會師八八諸侯 在民津大會 諸侯推廣武皇做民主 要求馬上征罰相就王 武皇這時候就這樣說 要罰就一早就罰了 以今年的大軍 一定可以打贏他 不過因相就比桿 姬子兩個賢人 現在是罰就 一定有相過很多無辜的 時機還不成熟 我決定大軍退回各國 就因為這樣 各國大軍都由民津退回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武皇雖然會師八八諸侯 但都知道不是就王的對手 如果強攻一定必敗無疑 還可能被就王所滅 今次佛就 武皇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號召力 藉口避免傷及無辜而退兵 輸仁不輸陣才是上策 或約在冤無咎 最重要就是知所進退 進要進得大意想言 退要退得光明磊落 積累實力和名望 才渴望成為九五之尊 如果不是 淪為臥身嘗膽 千辛萬苦才可以翻身 到了九四 雖然有自主能力 但壓力也同時會增大 考慮事情一陣 不可以基於個人喜好 亦為大局著想 忍一時風平浪靜 為日後進攻打號基礎